早上八點十八分 來到一早報氣象時間 這天氣一天一天的更加穩定了 北部轉晴轉乾 這白天還會有點熱的感覺 我們首先來但您看到的是衛星雲圖 其實現在的台灣相通的雲層是比較少的 那麼在東半部叫其他地區雲量是偏多 西半部持續穩定的天氣 特別的是週末則是要觀察 就是位在菲律賓東方海面下 預期會有這個擾洞發展旋程低壓 預估未來它會持續的朝菲律賓來靠近 那麼會不會再增強生存颱風 還要再進一步的觀察 那麼水氣的部分 我們帶您看到現在的環境 逐漸從東北風轉為偏東風 東半部有一些的零星雨勢 可能會有局部短暫陣雨 其他各地大多是多雲到晴 但是水氣相較是比較少的 白天然溫暖 高溫可以來到30度 比較暖熱 那麼接下來幾天 白天就會比較有夏天的感覺 有點炎熱 各地高溫我們看到 北部地區都有30度 南部當然是更加暖熱了 那麼接下來五一連假 最後一天水氣是稍微增多的 各地大多是多雲 北部東半部及中南部山區 會有局部的短暫陣雨 那麼類似的天氣會持續到下週二 各地天氣都是比較暖和一點 那麼這一波的回溫 渴望延續7天以上 都是穩定的天氣 倒是大家最後要提醒您 是這日夜溫差 還是比較大的 會差到近10度之多 都是要特別留意的 與他相濡一抹 沒選擇